昨天晚上激动的都没睡好觉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迪奥秀场 我跟最美丽热巴在一起 哈喽包粉们大家好 我是迪丽热巴 刚开完这场迪奥大秀 你觉得如何 让我有感触的就是 这一次的主题 不被定义的女性 现场的布置就是那种彩色的 跟这次主题是相呼应的 我觉得还蛮strong的 这次的这个概念 其实这也是你第一次 来巴黎看迪奥大秀 跟之前在网上看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身临其境的感觉 肯定跟网上看是不一样 因为之前在网络上看的时候 每次都会说 特别希望能够到现场去看一下 每件衣服被展现出来的样子 会觉得更加震撼吧 我一直记得特别有心的一个是 今年年初热巴刚官宣 成为迪奥品牌大使的时候 还立刻登上了迪奥的广告大片 这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一次 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感谢能够跟迪奥合作 也很开心 他们能够这么信任我 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喜欢 家里人都会不停地给我发 当时的那些照片 我说我知道 这是我拍的 不用给我看了 我很好奇 比如说像来巴黎十方舟 看迪奥大秀 会之前做一些什么准备吗 健健身 节节食 这些都是日常工作当中的一部分 我越准备的越多 我越会失眠 那天晚上激动的都没睡好觉 很兴奋 对对对对 昨天正好有幸可以到迪奥工坊去参观一下嘛 看到有几条裙子 我就非常的期待能够看到 他被穿出来的样子 期待热巴可以穿到这些裙子 我也是 最后一个问题 这场大秀里头有没有哪个单品让你感觉最深刻 还真有看到一双鞋子 它是那种拖鞋那种类型 但是它上面是有那个绑带 这双鞋子 真的很好看 对吧 那个好可爱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水桶包 在后面的对不对 那个我很喜欢 我也看上那只了 热巴都说这只包估计肯定会下集的爆骨 好吧 那感谢热巴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好的 下次再见 拜拜